你说的没错 我这个人有很多弱点 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 不过你说我们神灵这么漫长的岁月 若是孤家寡人一个 岂不太孤单 你什么意思 就算是大家吵吵闹闹也是一种生活 你说你一个人修炼一千年 一万年 十万年 来来回回就这么点事 有意思吗 用我的话来说 当一个神 真的是最没意思的一件事情了 不知进去 不思上进 你都成神了 还要怎么上进 你想想 你都已经修炼了几千年了 还没好好地享受一下生活 你这样会很疲累的 我难道说的不对吗 我们古人有缘 无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连个孩子都没有 不应该去找一个相爱的女子 谈谈恋爱吗 你说 恋爱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冷得与你废话 没想到你这么想得开 那你呢 叶尘神王 你不想谈谈恋爱吗 这个 大敌当前先缓缓在意 正是大敌当前 所以才要及时行乐呀 女皇陛下 你怎么尽说这些虎狼之词啊 叶尘 要是你乖乖顺从我 那我们还是朋友 如若不然 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其实我很听话的 恋爱本是自愿 你这种行为 未免也太卑鄙了一点 我乐意 你又能卖我和 莫非 你要跟我抢男人不成 我 谁要跟你抢男人 没有就好 这就是你所谓的谈个恋爱 享受生活的美好 在我看来 女人就是一种麻烦的生活 这 这个 一般情况下不这样的 我不管你的生活如何 你若是不能帮我 破开地球父亲的结界 那我就杀光你身边的这些人 想杀我 你有这个本事吗 性格还挺烈 有话好好说 别对我的女人动手动脚 你是造化神王境界的高手 若非我和他有交易 你现在已经死了 再过数年 我会挑战你 随时奉陪 那个 应该就是他们口中的地球了 何人胆敢 再次放肆 何人再次装神弄鬼 你是何人 在下剑仙人 太白仙人 没想到这偏远之地 居然有一个巅峰神王境的高手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还不速速离去 这宇宙间 有哪里是我去不得的 就凭你 你想阻我 我 跟我斗找死